大家好,我是28 上次我們有看過用Quest 去跟Skybox做連接看片的原理和方法 今次我們就集中看Skybox的設定和用法 推廣VR,你我有責 數盲和分享系列主要想簡單直接了解和解決問題 所以不會和大家說太多名詞或數據 在開始說Skybox之前 我們就簡單了解不同影片格式的分別 一般大家看的2D電影 由點、線、面組成固定的螢幕 大家看的時候只需要專注電影的內容 3D電影用了視角差的特性 將左右眼分別顯示不同的畫面 大家戴上3D眼鏡看的時候 雙眼就會融合了兩個畫面 虛移出物件的深度 屬於淺層的沉浸式 情況就類似2D電影 點線面再加入看 令到我們覺得電影中的物件有厚度 當然,專業的原理不是這樣去理解 如果大家想更深入了解原理 網上有很多資源可以幫到大家 不過都是一大堆的數據和理論 對於普通的使用者來說 大約理解就可以了 VR電影和3D電影最大的分別 就是電影的主觀視點 3D電影想你看到的畫面是固定的 主要表現出物件有厚度的沉浸感 而VR的影片由於視覺自主 同一套電影 不同的觀眾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只要視線轉移 就會看到其他內容的細節 再看一看 第二個分別就是互動性 如果大家有去過4D或5D的體驗館 就會知道除了看3D電影 配合椅子會震動 有風吹、有氣味、甚至有些會噴水花 這些就是固定式的3D效果 再加入外來刺激 令大家更加投入 而VR是深度的沉浸 所以在硬件上 加入外置的擴充 就可以達到互動效果 就像大家用VR打機一樣 可以進入了遊戲裡面 而不是第三身地看 360度全景影片的原理 是把同一時間拍攝到的平面影像 融合在一起 大家幻想一下 自己坐在一個圓形裡 四周圍由無數的2D去組成 如果用VR設備看 任何視覺都可以第一身感受到 全景影片帶來的投入感 大家也可以用平面的設備 用滑動的方式去欣賞 影片中不同角度的環境 不過拍攝和製作全景影片方面 都有難度 問題亦比較多 市面有很多180度或者360度的相機 拍攝出來的效果 大家可能會覺得挺有趣 但是質素未必有想像中那麼高 有偏暗 偏黃 逢合位穿崩 拍攝者入鏡等等的問題 所以要拍優質的360度全景電影 需要的器材 不是一般用家可以負擔到 180度半景原理和360度差不多 將資源集中在正前方的180度 成本和技術更加集中 逢合位變少了 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有360度為何又要出180度呢 調查顯示90%以上的觀眾 專注視線只會是正前方 全景製作成本高問題多 就算再優質的電影 觀眾用得到的360度資源 其實都非常之少 所以廠商暫時都會向著180度半景發展 好了 大概理解完影片的分別 我們就看看SKYBOX的設定 SKYBOX的介面很簡潔 沒有多餘的花巧 上一條影片我們也有簡單介紹過 左手邊的Menu的選項 連接串流方面 大家都應該很容易理解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按回去看看 連結我都會貼在下面 設定方面 有很多小項目 不重要的地方 我就會講快一點點 播放影片之後 按A鍵就會打開快捷的Menu 頻道列表 即是大廳外面 全部可以讀的視訊範圍 那裏 就沒有特別的 鏡像模式 如果大家用SKYBOX看片 又想投放其他設備 和朋友一起看的話 就要打開鏡像模式 信號就會由單一變成多點 更換場景 這裏有四個看電影的場景設定 戲院 虛空 太空 月球 看看大家喜歡哪個 光暗就是現場環境的光暗 不是影片的光暗 前中後排 就像戲院 坐前左後排 在快捷Menu左邊 有音量和字幕選擇 字幕是根據片源而定 如果有外怪的字幕 就可以選擇 內建的字幕 不能動 因為咬到影片才輸出 大家應該清楚 在高級設置中 先介紹一下 鎖定視角 打開鎖定 螢幕就會跟著你的頭動 看去哪 就跟去哪 這個功能 就是方便大家 可以用不同的姿勢去看影片 坐也行 睡也行 倒吊也行 曲面顯示 有人喜歡彎 有人喜歡直 這就視乎大家使用的走關 視訊比例 現時主流的都是16比9 或者是16比10 其他比例 都是一些專屬的器材用 大家減回16比9 或者預前就可以了 鎖定視角之後 就可以設定 拉近和推軟的螢幕 這個是整個螢幕去做推拉的動作 不是ZOOM IN 所以不會對畫質有影響 旋轉就應該用不著 如果看VR的影片 3D調整裡面 有幾個重要的設定 就是單眼模式 如果影片中的主角 不知為何 控制得好近的時候 你就要打開單眼模式 原因 我們稍後再講 我們再講一下設定 至於雙眼互換 主要是給左右眼不同 強弱的影響調整 如何去測試 哪隻眼是比較強的呢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我給大家一個Q&A 習慣用眼測試 3D眼距和VR設備的同距是差不多 由於拍攝VR的距離 是眼看裝置的設定 不會全部人都很適合 所以就要用到3D眼距去修正 如何去測試自己的眼距 其實用尺度對著鏡子 就可以檢查到 詳細資料 大家也可以上網查一下 我又給大家一個Q&A 大家搜尋 和它測量 3D全幅顯示這個功能 其實是針對片源 是不是用Full 3D來計作 大家看影片的詳細資料 通常會看到有幾個名詞 是用來識別的 HALF SBS 即是左右的3D HALF OU 即是上下的3D 畫面調整 是修正影片的 亮度、飽和度、對比度 這些都是根據自己的習慣去設定 播放調整 都是照字面的解釋 播放速度的快慢 循環播放某一段時間的影片 都是沒什麼特別的 播放的方式 順序就是順序 列表就是自己的一個播放清單 都是沒什麼特別的 視訊格式 先說到最上面3個 通用格式 即是根據影片的格式去播放 基本上用這個就可以了 不用改 圓眼格式是一種極端的廣角鏡頭 通常是用來做一些特殊效果才會用到 物件會大幅度扭曲 玩味比較重 看片一般就比較少會用到 YouTube 現在就可以給使用者 上傳180度半景 或者360度全景的影片 這個設定就是 給YouTube用的 跟魚眼一樣 如果不是刻意找一些專門的影片 一般都是比較少會用到 接下來就看看下面的設定 2D單幕 2D單幕 其實就是把影片所有有效的資訊 平面化了 放在一起 正常看片 用這個就可以了 3D左右相幕和上下相幕 就是大家看3D影片的時候 根據片源去設定 我建議大家用左右會比較方便 因為一來片源會比較多 大家在找影片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 選擇HALF SPS的影片 即是半屏左右 電影院就是 模擬你坐在這裡看屏幕 而180度和360度 就像之前提到 你假設自己坐在一個圓形裡面去看 也是一樣 除非是專門的電影 否則 都是用到電影院模式 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按到暖色 就可以在下面按 重設 或者直接按自動 SKYBOX就會幫你選擇最適合的設定 我們再看看SKYBOX大廳 最底有個全局設定 基本的設定 我就不多說了 主要說下右邊 影片刷新率 刷新率 其實就代表顯示螢幕 每一秒更新的頻率 例如90Hz 代表每秒可以刷新90張畫面 刷新率越高 畫面就越流暢 但對於硬件和軟件的要求 相對會比較高 用AIRSCREEN去做轉流 對於WiFi的速度和穩定性 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設定了90 發現有疾 或者是爆隔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嘗試調低一點刷新率 除非你是追求極致 否則一般用家 用60或90 其實都可以 對影片的體驗 其實就不太大影響 好了 到了講兩樣 比較多人想知的設定 這裏我就詳細一點說一下 Hand tracking 的概念 其實就是用家 不需要拿著手掣 都可以控制到各類軟件 最簡單的理解 就是Ironman 以現時的科技 大家可以做到的效果 當然不可能有飾飛 有射火箭 不過基本的控制 都是可以的 我們就用Quest 2來做例子 好了 要打開手勢追蹤 首先去Quest的設定 然後去裝置 找回手勢追蹤 打開它 自動切換手勢和控制器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打開 因為很多時候 你放下手掣 都感應不到 手動轉 都是按了一粒 簡單點 免麻煩 接著打開skybox 全局設定 打開應用來手勢追蹤 之後大家看片 就可以解放雙手了 好了 至於手勢的用法 大家看片的時候 只要用手指和食指按一下 就等於控制器的Tracker 可以打開Menu 做一些基本的控制 大小聲 飛片等等 如果是按緊 就可以做一些滑動動作 沒有控制器 如何打開Oculus Menu 只要大家把手指和眼睛做水平 然後拿著 就可以打開Oculus Menu 解放雙手 看片 就可以很方便地拿著雪條 吃完又可以拿紙巾抹嘴 用紙巾抹嘴 又或者拿著地拖棍去拖地 拖地 拖完又可以拿紙巾抹汗 出完力辛苦 最後介紹這個功能 Hidden File 都是重點之一 根據外國的大數據顯示 P字頭的HUB 2019年每天的訪客量達到1億 所以私隱對大家來說 都應該挺關心的 網上找到Skybox的資料 其實都比較少 有朋友和觀眾 都對於如何隱藏影片 有些疑問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串流是用Quest 經過Skybox 去借電腦的東西來看 而把影片 放入Quest開來看 才是在看自己的東西 所以要隱藏Folder 或者一些File 就要控制Quest 自己的影片 不能夠經由Skybox 去控制在電腦的東西 所以要隱藏串流的影片 你就要在電腦做設定 而不是在Quest 做設定 關乎到電腦方面 就麻煩大家Google 上一集看片介紹 都有提到 把影片放入Quest的方法 如果要放入私人文件夾 首先要把Quest和電腦連接 然後在電腦打開Quest 內部共用儲存空間 內部共用儲存空間 Skybox Hi 把影片放入這個Folder 之後 就可以帶回Quest 去隱藏文件 這樣就會見到影片 播放的方法 無邊都是一樣 播放的方法 想隱藏一些藝術網片的話 左上角有個顯示設置 把顯示隱藏文件夾關掉 自訂輸入四位數字的密碼 選擇 退出Skybox 自動鎖定 左手邊 就會整個隱藏文件消失了 在所有視訊 也不會見到影片 如果想打開隱藏文件 一樣 按左上的顯示設置 打開顯示文件 進入剛才的密碼 這樣就會開出來 首先要知道的 95%以上的問題 都關於片源的事 所以我絕對支持 用正版買正貨 如果大家要下載影片的話 最簡單要看解像度 現時貼地的選擇 720P 基本 1080P 舒服 4K 8K 超級感受 好了 撇除了主角本身的樣子 是K型之外 主要因為拍攝的時候 拍片的人 裝置固定了視線 距離和眼距 所以剛才提到 單眼模式 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 單眼模式 會變成雙眼看同一樣的畫面 大家就不用鬥雞眼看了 另外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把螢幕推遠一點 保持到有足夠的距離 就會減輕了這個問題 那些大人的東西我真的不懂 聽說 我聽說 有個叫做DMM 有個叫做SLR 影片圓都比較高清 至於場內的東西 我一輪都不懂 好了 這集SKYBOX全介紹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分享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懂的我盡量回答 我是28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廣東話頻道 VRVRHK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